喂 旅行者 派萌 这声音是 看这边 用石下流行的说法 是命运中的再会吧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们 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我们才意外呢 你怎么会来白松镇 难道说是有什么魔术表演吗 其实是家里遇到一点小麻烦 父亲把我们暂时安置在白松镇里 林尼特和菲米尼也来了吗 大半个壁炉之家都搬来了 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吧 白松镇里多了不少人 这么多人搬到白松镇 看起来可不像是小麻烦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嘛 两位如果好奇 我可以解答你们的疑惑 吓我一跳 这些读者是谁 在你呢 你的疑惑 应该是吧 你很为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的疑惑 你不得了 我非常理解 回看过去 两位曾和愚人众有过数次交锋 放眼未来 也很难保证我们的关系 能够一直保持融洽 不过至少现在 我们并没有冲突的理由不是吗 对于曾密切合作过的朋友 碧炉之家愿意展现更多的诚意 而且在这件事上 我们确实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坦率地说 一切起源于碧炉之家的一个传闻 属于我们的内部事物 什么样的传闻 据说碧炉之家里 多了一个不存在的孩子 不存在的孩子 听上去有点吓人 一个早已不该存在的亡魂 游荡在碧炉之家的阴影中 所以我把孩子们先带到白松镇 再慢慢地排查 估计很快就能找到他了 到时候随手处理掉就行 够不成什么麻烦 两位若是好奇 或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 可以在这多留几天 见到家里来了客人 孩子们肯定也很高兴 灵妮 招待客人的工作交给你了 我还有些要做的事 先走一步 好的 父亲 能邀请你们到碧炉之家做客 见见其他的兄弟姐妹 也是我的心愿 在碧炉之家 你们的名声也很响亮 特别是预言危机之后 很多人都在谈论你们 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留下来聊聊天 好吧 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事情 不过先说好 我们只是来做客的 等等 做客 应该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吧 当然了 我们借住在白松镇 协助这里的人出海捕鱼 每天都有不少收获 今天就由我亲自下厨吧 走 先带你们去落脚的地方 这间房子 是我们向本地人租用的 当作一个临时据点 等会儿我回来收拾一下 留给你们晚上睡觉用 多谢了 我们现在去哪儿 刚刚偶遇你们的时候 我正在分发物资 这么多人借住在白松镇 需要时不时从外面采购些日用品 我先把剩下的送完 免得其他人等着急了 这样啊 那我们和你一起去吧 外面有各种各样 关于你们的传闻 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难得有机会 见到你们平时的样子 我们可要好好观察一下 当然可以 跟我来吧 灵妮 终于等到你了 今天的物资 都在这儿了 请收好 喂 怎么 看呆了 旅行者 派盟 真的呀 大家快过来 旅行者和派盟来了 等一等 不要突然围上来这么多人 会吓到客人的 没关系 不过 我们有这么出名吗 那当然了 父亲大人和灵妮哥哥 经常提起你们呢 父亲说 你们帮过灵妮 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这是我们从父亲那里 听过最高的评价了 大家都在讨论 你们是何方神圣 据说旅行者姐姐力大无穷 可以搬动高大的山峰 据说派盟姐姐味大无穷 三天就能吃光 德波大饭店的全部储备 等一下 为什么关于我的传闻 一点都不哭了 对了对了 我听说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要准备些好东西来招待 不用了 再说我们也没带什么礼物 别客气 要不要拿一些我新配的药剂 毒药和伤药我这里都有 或者让沙普洛哥哥 教你们潜行技巧吧 沙普洛哥哥的技术很好 从来没有失手过呢 这个主意不错 虽然你们习惯正面战斗 但所谓技多不压身 对于如何悄无声息地解决敌人 我有不少心得 虽然上次中毒后 身手不如以前了 不过在一旁指点还是没问题的 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突然就聊到药剂和战斗了 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你们不喜欢吗 或者这样 你们把讨厌的人告诉我 我们给他个教训 好了 福尔茨埃鲁瓦尔 所谓招待客人 最重要的是心意 你们的热情已经传达到了 不需要送出具体的物品 也能让客人开心 一直纠缠下去的话 反而会被讨厌哦 真的吗 太好了 难得有客人来玩 如果有什么需要 随时跟我们说哦 需要毒药的话请找我 我最擅长配各种药剂了 有空再聊 我们先去继续发物资 好的 你们先忙 再见了 灵妮 他们刚刚聊的那些话题 吓了一跳对吧 这也是家的一部分 福尔茨是被亲人抛弃的 他很小的时候就出于好奇 掐断了家里所有宠物的脖梗 被当成危险的坏种 埃鲁瓦尔 对药剂有一种 医乎寻常的执着 父亲禁止他 随便喝下自己配的药 但他还是经常试图偷喝 我一直盯着他 莎普洛和我差不多大 我主要负责情报 而他负责监视 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 会主动接一些非常困难的活 我知道你们不太习惯 他们的聊天方式了 不过他们的确对你们 并无恶意 只是想把自己眼中最好的东西给你们而已 鲁瓦尔 吴兹送到了 辛苦了 他们是谁 外面的人 介绍一下 他们就是旅行者和派蒙 我听过 这可是最近很有名的组合 你们好 听说你们一直在外面旅行 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 是真的吗 那当然了 我们可是要走遍整个提瓦特大陆呢 真好 这么说 你们对封丹也很熟悉了 前段时间上映的那部歌剧 我想想 是叫四千大道吧 你们看了吗 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看到海报 感觉会是一部很棒的歌剧呢 有空的话 一定要去看看哦 还有盲女 听说台下的观众可以参与互动 很有趣 这次任务结束后 我想去做个美甲 就是把指甲 涂成别的颜色 那我也去尝试下染发吧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是我的错觉吗 感觉他们比刚刚那几个人好相处 看来壁炉这家里 也有普通人呢 我都听到了 好 抱歉 你们说的应该是福尔茨那些人吧 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了 那些疯子 现在应该很兴奋吧 他们巴不得早点回志东 去执行那个计划 好了 飞月 知道 不要在背后议论家人 对吧 真无聊 走了 再见 有机会一起去看歌剧 总之物资发完了 我们也回去吧 感觉他们之间 好像有什么矛盾 也是 毕竟我们现在是客人嘛 离你走远了 我们快跟上去吧 怎么样 见过了壁炉之家的其他人 有什么感想吗 因为父亲一直教导我们 要有自己的决断 所以家里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我准备去做点吃的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 好呀 那我们这就出发 菲米尼 你在那做什么 我 菲米尼 又见面了 你们好 我听说你们来家里做客 欢迎 我们正准备去做饭 你也来搭把手怎么样 记得你跟我说过 想亲自下厨 做海鲜汤给旅行者和派蒙尝尝 海鲜汤 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对了 菲米尼 刚刚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我们帮你一起找吧 没事的 我只是想问问 有没有多余的物资 还剩下一些 你缺什么 干粮 清水 如果可以的话 还需要一些棉布 好说 你稍等一下 干粮 清水 等等 你要这些做什么 你最近没有外出的任务吧 不都是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我 我夜里会觉得肚子饿 所以想多要一份 可能是因为正在长身体 菲米尼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你和我不一样 你还没有习惯说谎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需要灵我也瞒着吗 那个 我们是不是回避一下比较好 我第一次看你 露出这样的表情 跟父亲有关吗 跟我来吧 欢迎回来 今天的人数好像变多了 有新朋友吗 你好 我是林妮 在壁炉之家长大 请问你是 你好啊 我和你一样 也是壁炉之家的孩子 至于名字 叫我克雷威就好 克雷威 很高兴认识你 李妮 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没有 但我很确定 她并不在壁炉之家的名单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我猜她多半就是父亲在找的 不存在的小孩 我把她藏在这里 没有跟任何人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半个月前 那不就是我们刚到白松镇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你在包庇陛父亲搜查的人 这件事如果被父亲发现 所有执行者都会一并被惩罚 这是壁炉之家的规矩 父亲不会接受任何刑事的背叛 你应该很清楚才对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过了 不能就这么把它交出去 林妮 你还记得去年沙普洛差一点丢掉性命吗 他在执行任务几近中了毒 反称是毒性发作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那天夜里 有人喊我起来 让我去救他 我睁开眼睛 找不到声音的来源 却还是半信半疑地 去找沙普洛 这才保住了他的生命 像这样闹鬼的事情 碧鲁之家发生过好几次 你应该也有印象 你的意思是 那些都是他做的 他救过我们的家人 除非还有其他 游荡在碧鲁之家里的亡魂 不然没有别的可能性 如果克雷威是我们的敌人 不管他是亡魂还是小孩子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因为这是父亲的命名 但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暗地里帮过我们很多忙 我觉得 应该将他也视作家人 什么都没搞清楚 就把他抓出来处理掉 我做不到 那你有想过以后怎么办吗 他不可能永远藏在这里 早晚会暴露的 我还没想好 我不想违抗父亲的命令 但我也不能看着他陷入危险 你跟我过来 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对你说 他们关系真好呀 是吗 我看他们明明一副要吵架的样子 不是哦 他们感情很深的 我也有这样的好朋友 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 只是不知道这份友谊 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家的黑暗 比你们想象得更加深邃 没有人能够活着从这里逃离 抱歉 琳妮 我不想把任何人卷进来 真巧 我也不想听你说 不把任何人卷进来 什么意思 我记得小时候 你不会叫我琳妮 而是和琳妮特一样喊我哥哥 我们都是孤儿 被父亲收养 在一起长大 兄弟姐妹中 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最好 后来你改口叫我的名字 我其实知道为什么 我和琳妮特有血缘关系 而且在加入碧炉之家前 就相依为命了 琳妮 我 在你和我最困难的时光里 我们甚至都还没有见过面 但即便如此 菲米尼 我们仍然并肩而行了许多年 你和琳妮特都是我最珍重的人 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 所以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些事 绝对不会 扫哥 琳妮和菲米尼看起来很激动 我们还是过去看看吧 琳妮 菲米尼 你们应该没有再吵架吧 菲米尼 你 你 你是哭了吗 我没事 谢谢你们 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们应该也算朋友了吧 有没有我们能帮到的忙 家里的一点小矛盾而已 有我在 两位客人就放心离开吧 你有什么想法吗 通常来说有客人在的时候 家里的矛盾不至于闹到不可收场的程度 你是想说这个吧 谢谢 我本希望你们置身事外 现在 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 今后两位如果遇到什么危险 我也会拼上性命帮忙 我也一样 那我们说回现在 既然不打算把克雷薇交给父亲 那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在父亲找到他之前 查清楚他身上的秘密 搞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 到壁炉之家想做什么 之后 巧无声息地把他送走 就当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个方法 我已经做过尝试了 失败了吗 是的 我曾试着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 但过段时间 他再次出现在了家中 这次我们搬到白松镇 他也跟着来了 似乎家在哪里 他就会跟到哪里 我对亡魂不太了解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想 对了 据说如果实现幽灵生前的愿望 他就会消除执念 回到迪迈里去了 我也忘了是从哪里听说的了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听起来是个可行的方法 等会儿去问问他的愿望吧 不过在那之前 菲米尼 我要和你做一个约定 约定 这件事是我们两个人做的 我们两个人都是主谋 除此之外不涉及任何人 可以吗 好 我答应你 那我们像小时候一样 碰拳为试 三 二 一 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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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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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真是吓到我了 我的妹妹,你怎么来了 还有,这个 你什么时候来的 笨蛋哥哥 笨蛋菲米尼 笨蛋旅行者,笨蛋派盟 连我们两个也 我在壁炉之家的时候,就见过克雷威了 本以为他没有跟来,原来是被你们藏起来了 我听到你们的作战方案了 我不需要撇清关系 我更希望能和你们一起行动 不答应的话 我就把这里的情况上报给父亲 就这样 看来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既然这样 就让我们共同面对吧 先问清楚克雷威的情况 然后决定下一步计划 事不宜吃 我们立刻行动起来 吃饱了 谢谢你们帮我带饭 他说吃饱了 但桌上的东西看起来没动过吧 嗯 据我观察 克雷威他碰不到现实中的东西 但他会在食物面前停留 或许在他的视角中 他真的在吃这些东西 他知道自己已经过世了吗 我问过他 但他没有回答 我猜他也不清楚 或者根本没法理解这个问题 克雷威 现在有空吗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可以啊 哎 又有新朋友来了吗 你好 我是克雷威 你好 克雷威 你是怎么加入碧炉之家的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大家不是都一样吗 被仆人亲手送进来 然后就只能待在这里 但碧炉之家的名单上 并没有你的名字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 名单 我知道了 看来你们对这里还不够了解 铜玉这里的人 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善良 所谓的名单并不完整 有很多人 从一开始就不在名单上 因为他们并不被视作家人 仅仅是实验品而已 同伴名单上不会有他们的名字 倒是处心名单上说不定会有 真的假的 仆人他 有人可以为你作证吗 佩佩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只相信他 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 我也 他和他说的人都不在名单上 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 除非他在这个年纪 就已经能骗过魔术师的眼睛了 我们换个话题吧 我们也能保证 就算是在这边 都从头上 就算是在看上去 他就算是在看上去 你还要把人家的 就算是在看上去 你不成为 你不成为 我看上去 我想 在阳光下生活 就这样吗 好像很容易实现呀 家的黑暗 比你们想象得更加深邃 没有人能够活着从这里逃离 空想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有个计划 大家听一听 接下来我会用魔术中最常见的障眼法 想办法带她去外面 去有阳光的地方 尼尼特 你去拿一份处刑名单 看看上面有没有克雷威的名字 威米尼 你留在白松镇 这么长时间 克雷威应该不止和我们接触过 我需要你收集情报 看看她都说过什么话 做过什么事 明白了 我会努力做好的 那我们呢 我们该做什么呀 我很感谢你们愿意出手相助 但这毕竟是壁炉之家的内部事情 我不希望你们牵扯太深 这会让你们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我想想 父亲说你们是客人 既然这样 可以请你们留在父亲身旁吗 不需要特意做什么 正常聊天就好 我懂了 由我们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对吧 我会给你们一只魔术飞鸟 如果父亲察觉到什么 你们可以悄悄放飞他 我会收到侍警 当然 这是紧急情况 如果父亲没有注意到我们 那就先不要联系 晚上再在这里见面吧 最坏的结果 如果被父亲发现 就请你们将一切告诉父亲 不能让客人跟我们一起承受惩罚 这是我们的底线 你们也是 就在这里分别吧 父亲应该在附近的海滩 希望计划顺利 不 一定要顺利 这是小米争端的唯一办法 克雷威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吗 可以啊 我们要去哪呢 不然 还有公子 喂 你不是回智东养伤去了吗 怎么还在风丹呀 哦 两位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面 从原始太海离开后 我昏迷了很久 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被送往智东 这怎么行 我在风丹还有没做完的事情 于是我强撑着爬起来 又一个人回来了 啊 什么事情 关于斯科克 我的师父 我很想见他一面 可惜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 没办法 只好拜托仆人帮我查查师父的踪迹 他既然来了风丹 应该会留下些蛛丝马迹才对 原来如此 那你们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很遗憾 虽然壁炉之家可以搞定绝大部分情报 但面对那样的存在 我们也无可奈何 说到底 还是师父认为现在没有见我的必要 不过这个问题也容易解决 只要我变得更强 唉 你还是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多亏了壁炉之家 那个叫埃卢瓦尔的孩子 配了些乱七八糟的药剂给我 喝了之后浑身都疼 但恢复速度确实快了不少 唉 这次真的要道别了 老爷子派人来催了 让我回去参加什么计划 盐冬计划 对对 唉 听说还有妇人的事 我可不想回去听她的长篇大论 要不你想个办法 让我在丰丹多待一段时间 我还是觉得焦灵妮他们武艺比较有趣 如果你能和我切磋一下就更好了 我还没见过你全力以赴的样子 想多了 我也在接下来的计划中 用不了多久就会从这里离开 再说那些留在智东的富商政要点名要你回去 不也是一种荣耀吗 饶了我吧 感觉这两个人 所以两位秘炉之家的客人来找我做什么 呃 这个 没错 我们跟李妮他们已经很熟了 反倒是对你还不怎么了解呢 是吗 我记得自己做过自我介绍 那种简短的自我介绍有什么用了 起码告诉我们 呃 为什么你要自称父亲吧 哦 好问题 我其实也想知道 既然你们都不知道 说明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 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不愧是外交官啊 轻易就化解了我们的进攻 没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家里还有件麻烦事要处理 哦 哎 等一下 哦 这个问题我也有点好奇 我和秘炉之家那些孩子们接触过 他们都是些好孩子 见到他们 我就会想起东尼亚和托克 如果有一天你背叛了他们 我一定会找你打一架 哼 我为什么会背叛他们 我听说你已经背叛过一次秘炉之家了 不知道是真是假 哼 好吧 我承认 是老爷子 哎 就是公鸡告诉我的 你 你真的对那些孩子 做过什么坏事吗 比起我做过什么 我更想听听伟大的公鸡先生 是如何评价我的 我想想啊 大致就是干掉了许多同伴 最后还对亲人动手之类的 哦 看你的反应 这些传闻是假的 不 虽然这种表述我不太喜欢 但也算是事实 严格来讲算是某种偏见 我暂时不打算澄清 偏见会将真相包裹起来 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就像我经常自称封丹人 但我只是在封丹长大而已 啊 你不是封丹人吗 那你为什么要帮封丹度过危机 在封丹做事 这个身份比较好用 不会被怀疑是别有用心 谁不想拯救自己的家乡呢 我真正想要保护的 是那些出身封丹的孩子 原始台海对我没有影响 但会给壁炉之家带来损失 希望我透露的信息 可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既然你为了他们留在封丹 那我相信你不会背叛那些孩子们 抱歉 之前我对你的看法有些偏颇 我说了 这是一件好事 说起来在壁炉之家养伤的时候 我还听说了一件 很对我胃口的事情 据说在壁炉之家 每次家人出现争执的时候 就会打一场 输的一方要主动做出让步 那岂不是可以经常 光明正大的切磋 你说的是近些年的事情 更早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美好 输的一方会失去一切 包括自己的生命 这么危险 心快改掉了 现在的氛围我很喜欢 或者说有点羡慕 你有这么多家人 而且可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家人太多 就会开始吵闹 开始勾心斗角 等东尼亚和托克都进入叛逆期 你就明白这种感受了 想象一下 托克迷上了拔公鸡的胡子 东尼亚把自己的头发染出42种颜色 停停 我完全能够理解了 一晃都到这个时间了 我该走了 旅行者派忙 下次不知道会在哪里再见 到时候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比试一份 都说了 你还是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好好 还有 这次多谢你了 阿雷奇诺 不客气 拿到神之心有你的一份贡献 我们互不相欠 这样也不错 那我走了 下次再会 各位 我们也走吧 你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怎么 你们希望我现在就走 这个 晚风很舒适 我留下来思考一些事情 招待不周 尽情谅解 希望你们住得开心 还想再多待一会儿 那就一起看看海吧 林妮 怎么样 有什么进展吗 说来话长 我这边遇到了一点麻烦 克雷威 没办法去有阳光的地方 我让他跟在我身旁 然后带他到地面上 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当我领着他穿过阴影 走入阳光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他不见了 回过头 就看到他停留在阴影的边缘 静静地望着我 难道他害怕阳光吗 不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提出 在阳光下生活的愿望了 要不推他一下试试 也对啊 总之我尝试了各种方法 都没能成功 眼见太阳落山 我只能先带着克雷威回来了 林妮特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拿到名单了 在这里 真的吗 快让我看看 居然有这么多 要完整看完 要花多长时间呀 我们分一分吧 每人看一部分 给 拉普亚德 朗杜瓦 让贝尔 奥尔内 这个奥尔内脸上 有好深的疤痕 看上去就是个 很可怕的家伙 我跟他接触过 他是某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受了伤 当时他还跟我开玩笑 说以后 要被爱人嫌弃了 那你怎么说 我问他有爱人吗 他说没有 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来我听说 他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人 为了他 不惜从家里逃跑 但没能成功 有一天他被父亲叫出去 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也就是说 他被仆人给 虽然残酷 但这就是家的规矩 在壁炉之家 每个人都知道太多秘密 所以这里容不下背叛 想从家里离开 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没有啊 这也在预料之中 这份名单并不完整 只有近五年的记录 还是从别的地方入手吧 飞敏尼 你打听到什么情报了吗 飞敏尼 抱歉 我刚刚在想事情 我认真的跟其他人聊了聊 感觉家里的气氛 有点奇怪 奇怪 其实以前 家里就有许多争吵 比如沙普洛 和飞约尔之间 是我们分发物资的时候 见过的那些人吗 他们看起来确实不太一样 聊的话题也完全不同 很简单 父亲将我们带到壁炉之家 教我们知识和武艺 但并非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 想留在这里 在加入壁炉之家后 我们就带上了愚人众的标签 在很多人看来 这并非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随着年龄增长 一部分人的心里 有了别的想法 只是诱于壁炉之家的规矩 不敢轻易开口 沙普洛 福尔茨他们 更拥护和认可父亲 以身为愚人重为傲 而在飞约尔 南特医心里 这种感情要平淡许多 这种矛盾一直都存在 父亲应该也知道 但我觉得情况好像变严重了 飞约尔他们 似乎私下里会聚在一起聊什么东西 虽然只是我的猜测 但我觉得 他们应该见过克雷威 你觉得克雷威在煽动他们 不像 但克雷威可能跟他们说了一些 家里不为人知的黑暗 他也跟我说过这些 比如拿孩子们做实验 强迫没有力量的人上战场 飞约尔他们相信了 这些事完全没有证据 我觉得他们未必相信 但克雷威的话提供了一个借口 啊 更原还是在颜冻计划上吧 等一下 你们讲慢点了 仆人好像也提到了严冬计划 这个到底是什么 抱歉 具体内容我也不了解 我只是听父亲说过 是由公姬与妇人两位执行官联手推动的计划 涉及到愚人众 接下来的战略安排 因为顺礼拿到了神之心 碧炉之家得到了嘉奖 并将在严冬计划中 承担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对你们来说不是好事吗 重要等同于危险 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麻烦 父亲也很头疼 但又没法拒绝 他们的计划合情合理 甚至给我们调拨了大量经费 但是 按照这个计划执行 我们会牺牲很多人 这也算一种变相打压 他们对不受掌握的情报部门 感到不安 没想到愚人中内部这么复杂 不过这和你们家里的矛盾有什么关系吗 外界的压力会加速内部的分化 死亡的恐惧压在心头 可能会让一些人做出错误的举动 我本来以为解决克雷薇的事情 一切就可以恢复正常 现在看来 情况比我预想的更麻烦 如果放任菲悦尔他们不管 父亲迟早会对他们动手 哥哥 我们只能做好眼前的事情 也是 现在去找菲悦尔他们 一时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反倒会适得其反 还是先想办法 送别克雷薇吧 今天很晚了 我们先各自去休息 明天太阳升起 立刻出发 林尼特 这次你跟我一起去外面 菲悦尼 拜托你盯着菲悦尔他们 尽量不要让他们做错事 今天辛苦大家了 晚安 明天再见 说着要早点睡 结果完全睡不着 你说 仆人如果知道了 林尼他们做的事 会不会很生气 他平时笑着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吓人 要是他发起火来 到时候你一定要保护我呀 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吗 那 那到时候我们一起逃跑吧 拉着林尼他们 有多快跑多快 你快看那边 要是被人发现就糟糕了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 克雷薇 这没有人盯着我把窗户打开了 你们看 外面的景色很漂亮吧 这可惜 这就是我能做的极限了 在你们眼中 我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很可笑呢 相较于这种看不到希望的反抗 还是生活在美好的梦里 比较轻松 克雷薇 你到底知道什么呀 能和我们具体说说吗 可以呀 虽然你们可能会后悔 听到这些事情 包括我在内 这个家里的所有人 都只是工具与消耗品 有利用价值的人暂时留着 没有价值的人 被送给博士做实验 我亲眼见过许多人 生不如死的模样 我已经受够了 你说的这些 都是仆人做的 我觉得不像吧 虽然它看起来很可怕 但好像也没坏到这个程度 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的 每个人都觉得 她是个好人 都觉得她是一位真正的母亲 母亲 可她玷污了这个称呼 如果可以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她 假如佩佩在这里就好了 她一定能明白我的想法 佩佩 又是这个名字 说起来 你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和我们之间就好像隔着什么东西一样 她真的是在和我们说话吗 还是把我们错认成了别人 好吧 不过我感觉 她好像很愿意向我们倾诉 不如我们就多陪她一会儿 她看起来年龄很小 不过心里好像藏着许多事呢 起风了 该关上窗了 月色很漂亮吧 悄悄悄告诉你们啊 据说 制动夜里的极光 比今晚的月亮还要美丽 我跟佩佩约好了 长大后一起去看 可我最近找不到佩佩了 难道说 她也被 不对 她是特别的 母亲很喜欢她 我得去找母亲大人谈谈 当我们刚吵了家 她不想见我 我也不敢见她 我到底该怎么做 真是搞不懂她在想什么 我们也回去吧 明天还要早起呢 人齐了 今天也按照计划行动 什么 为什么这么问 其实 我们昨天晚上见到了克雷威 这是他告诉我们的 我们在须弥见过博士 他不但很危险 而且做过很多坏事 我不敢保证 父亲与博士没有来往 但我认为 父亲不会跟他合作 我们并非同一派系 相互也不信任 没有合作的基础 不过我听说父亲刚刚成为执行官的时候 博士确实有提过想要跟毕炉之家合作 父亲拒绝了大部分提案 只保留了一个秘密实验 秘密实验 克雷威说的该不会就是这个吧 应该不是 我不知道那个秘密实验是什么 但它是毕炉之家独立完成的 博士只提供了研究方向 算不上是合作 而且只是实验内容保密而已 参与实验的人都有完整记录 跟克雷威说的情况也对不上 请相信我们 毕炉之家隶属于愚人众 难免会做一些你们无法接受的事情 但我们有自己的规矩 有自己的底线 那我们就放心了 说实话 如果仆人真的和博士合作过 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了 可是 难道克雷威在说谎吗 总觉得也不太像 要是能直接问问仆人就好了 但他应该不会轻易告诉我们的吧 父亲昨天没有回来 应该还在海岸附近 拜托你们了 林尼特 你跟我走 菲米尼 你也要小心 开始行动 今天要去哪里 到远一些的地方试试吧 又见面了 看你们一脸憔悴 昨晚没休息好 是有一点 少一点心事 说不定可以睡个好觉 接下来想做什么 睡个回笼觉 还是绞尽脑汁想些新的话题 我确实有点好奇 今天公子不在 你们要找什么理由 把我留在这里呢 你 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只是来随便聊聊天 没想好的话 陪我去个地方如何 别紧张 我们会绕开那些鬼鬼祟祟的小家伙 今天的海风 好舒服呀 孩子们总是自认为能骗过大人的眼睛 可那些小算盘 我看得一清二楚 让他们多折腾一段时间吧 我有足够的耐心 我先走了 想清楚就跟上来 我们在莫芒宫门口见面 乖乖听话 或许他们还有一些生机 怎 怎么办啊 他刚刚的语气 很明显是知道我们做的事了吧 而且他摆明了是在要求我们 希望林尼能及时收到我们的预警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去一趟莫芒宫吧 他都这么说了 感觉不去的后果很严重 那我们快跟上去 如果他等急了 直接去找林尼 那就糟糕了 离接下来的谈判还有点时间 我们就在这儿聊聊吧 很高兴见到你们和我家的孩子相处融洽 孩子想要成长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婆娘 你会怎么处置他们 林尼 林尼特 菲米尼 还有菲约尔 南特一 人还真不少 我向来对背叛者一视同仁 没有任何特例 你 你会杀死他们吗 想为他们求情吗 很遗憾 没有人能改变家的规矩 在这里 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你 你对他们没有任何感情吗 他们一直叫你父亲 而且发自内心地尊敬你 任何一个组织 若是人情大于规矩 就会迅速走向衰败 更何况 是以严格著称的壁炉之家呢 唯一能安慰你们的是 作为客人 你们并不在清算范围之内 林尼他们大概能保住性命 菲约尔南特一为首的这些人 再加上克雷威 他们想要叛逃 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没有人能带着秘密活着离开 这 未免太残酷了 这样如何 看在客人的份上 我再多等一段时间 如果在这期间 林尼他们成功让克雷威消失 那就销毁了证据 我不会再追究他们的过错 否则 我会抓住正在干坏事的他们 让所有人受到严酷的惩罚 放心 还有 这个你们收好 不要再搞丢了 训练一只魔术飞鸟要花不少时间 死了有些可惜 你 你从哪儿抓到的 好了 闲聊到此结束 该做正事了 之所以约你们在这里见面 是因为我要去莫芒宫谈一件事情 跟你们无关 但请你们跟在我身边 不要想回去通风报信 走吧 时间刚刚好 许久不见 那位莱特先生 没想到我的会见申请这么快就能被批准 莫芒宫的效率 真是让人由衷赞叹 对一位声名在外的外交官 这是必要的尊重 但客观来说 我原以为赠予神之心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这次 还带上了旅行者和派盟 到底所为何事 我很快就要离开封丹了 临走之前 还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情 几句话未必能说清楚 我写好了一份提案 请那位莱特先生过目 请不许多好 可不是 不许多好 可是不是 一定会有事 不许多好 不许多好 没听说 可以 有事 去 我 也不许多好 我 不许多好 发现 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无数条河流汇聚而入,无数条河流奔涌而出。 作为一个每天注视着湖泊的人,我希望每一条流出的河都能抵达大海。 然而客观事实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绝大部分河流都会在半路干涸,渗入泥土中,再无声息。 所以,我想给那些看不见海的水找一些存在的意义,比如灌溉两岸的田地,或是成为某个人碑中的甘泉。 喂,你听懂了吗? 我有必要提醒你,无论你如何美化它们,都没有人想要品尝浑浊的水。 是曾经浑浊的水。别担心,我会滤浸水中的泥沙,让它们回到最纯净的样子。 既然你提到这是交易,那我们聊一聊细节吧。 如果纳维莱特先生同意我的提案,我的势力会逐渐撤出封丹。 今后非必要情况,我们不会在封丹执行特殊任务。 你的意思是,今后不会发生达尔都福遇刺这种事情。 你说那个贪污善款的伪君子,我对他的遇害表示沉痛的悼念。 不过,目前好像并没有证据指向壁炉之家。 当然,如果纳维莱特先生答应我的提案,我可以帮忙做一些事情,让类似的麻烦少一些。 真是滴水不漏的发言。 好吧,我原则上同意你的提案。 感谢您的宽宏,那位莱特先生。 交易达成,我们也该告退了。 我托人带了两瓶来自治东的泉水,希望下次有机会听听您的感想。 下次再会,记得你的承诺。 好了,旅行者,泰蒙,我们走吧。 之前提到过,我可以轻易地和他人的情感产生共鸣。 然而在几次见面中,我几乎无法从这位执行官的身上感受到任何东西。 他的内心就像平静的湖水,幽暗深邃,没有任何涟漪。 我不清楚他是天生如此,还是已经能靠自我意志来掌控情感。 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他很危险。 我不会过问你们跟随他行动的原因,但请你们务必要注意安全。 仆人,刚刚你和纳维莱特在谈些什么呀? 又是湖泊,又是河流的。 难道说,你们在讨论什么跟水有关的工程吗? 两位很好奇吗? 现在似乎并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 也是,不知道灵泥那边怎么样了。 你在想办法吗?加油啊! 滕滕滕滕! 疼疼 等一下 你没事吧 都怪我 光想着卖报的事情 没看前面的路 作为补偿 这份报纸你们收下吧 不用了 这多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反正我手上还有不少 报纸这东西 拖到明天送都送不出去 都怪我 想着多赚点钱补贴家用 一口气进了太多货 结果今天看报纸的人少 现在还没卖完呢 在聊什么 没事没事 刚刚不小心撞到了这位朋友 我现在就走 等一下 这个 如果索要赔偿的话 我没有献钱 那三份报纸 这是磨了 谢谢慧过 神明保佑您发大财 要是每天都能遇到像您这样慷慨的人就好了 开玩笑的 明天我还是少记点报纸 不能因为快结婚了就心急 再见各位 事情办完了 坐船回白松镇吧 路上还可以看报纸打发时间 等 等一下 再过一会儿怎么样 对了 我肚子饿了 必须要吃饱了才能回去 看来 你们似乎还怀有一些美好的幻想 认为再拖一段时间 情况或许会出现转机 在我看来 这种挣扎毫无意义 不过 如果你们愿意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可以再多给灵妮一点时间 另外 我也会解答你们心里的疑惑 比如 可雷薇到底是谁 跟我是什么关系 你 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 不会是要我们做什么坏事吧 不要太高估自己 你们并没有做坏事的天分 那你为什么 交涉最重要的是利益互换 一味的索取或威胁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很好 我的条件是 在必要的时候 做出你们认为最合适的选择 帮一次毕炉之家 奇怪 怎么感觉很正常 不过 必要的时候指的是什么 这个就交给你们判断了 交涉成立 跟我来 这里是 一座不起眼的废墟 曾经是座宏伟的建筑 现在嘛 就只剩下这些断壁残垣了 没人会到这里来 也没人关心这里发生了什么 不过 我要讲的故事 跟它有关 那时候 我还没有成为执行官 灵泥他们也还没有加入碧炉之家 出于某些原因 我先后杀死了克雷威 以及她的亲生母亲 是你杀死了克雷威 别着急 让我以克雷威的视角 从头开始讲这个故事 六岁那年 克雷威被她的母亲库家维娜 送进了碧炉之家 家里看上去就像童话世界 大人们和善 孩子们有爱 一片欣欣向荣 库家维娜就是当时的仆人 也是碧炉之家的掌控者 她不仅是克雷威的母亲 也是所有孩子们的母亲 克雷威在这里度过了一段 无忧无虑的时光 然后她很快就意识到 所谓的家 并不是什么童话 而是不折不扣的炼狱 炼狱 没错 碧炼之家收留世界各地的战争孤儿 至于如何将这些孤儿抚养长大 则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想法 库家维娜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创意 她教授孩子们武艺 然后让他们相互厮杀 只是选出一个最有天赋的王 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死伤人数难以估量 死去的人暂且不论 活着的伤员也不会浪费 他们会被送到博士那里做实验 或者被安排危险的任务 当成用完就丢的弃子 原来这就是克雷威说的实验 那 那之后克雷威怎么样了 你刚刚说 克雷威是库家维娜的亲生女儿 如果克雷威去劝阻自己的母亲 库家维娜应该会听她的话吧 克雷威虽然是库家维娜的亲生女儿 但库家维娜对她毫无感情 让她加入壁炉之家 仅仅是为了向其他人证明母亲的公平 劝说失败后 克雷威想要站出来反抗 但很遗憾 其他孩子们都沉浸在库家维娜编织的美梦里 拥抱着虚假的幸福 当然 这里存在另一个例外 有一个和克雷威同龄的人 也知晓了壁炉之家的真相 他的名字是佩露威力 是克雷威跟我们提起过的那个朋友 朋友啊 姑且这么称呼好了 和热情开朗 向往自由 天生具备反抗精神的克雷威不同 佩露威力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 正因为冷血 她可以轻易看穿库家维娜的把戏 也正因为冷血 最初她不打算反抗母亲 她确信自己能在厮杀中活到最后 不管怎么说 保持清醒的两个人 自然而然成了朋友 克雷威向佩露威力 讲了很多天真的想法 比如创造一个没有牺牲的 真正的家 她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决心 多次出逃 多次求援 多次试图公开真相 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 每次都靠着坚定的意志挺过来 她甚至会强忍着疼痛 踮脚打开窗户 邀请佩露威力 一起看夜空中的月亮 她的眼中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直到光芒熄灭的那天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发生什么了 她的绝望 不是来自某件具体的事情 而是源于无数次失败的累积 十年过去 她和佩露威力都长大了 却仍未看到逃离这里的希望 在这期间 佩露威力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既然无法逃离 那就干脆全力刺杀这位 坐在虚荣王座上的母亲吧 克雷威拒绝了这个提议 第一个理由是 库加维娜作为赫赫有名的执行官 有着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 刺杀成功的概率很低 另一个理由 克雷威没有说 但佩露威力看出来了 克雷威仍然把库加维娜视为母亲 她无法割舍身体中流淌的血脉 无法逃走 也无法反抗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你猜得没错 死亡对她来说 成了唯一的解脱 那天她来到决斗场 对手正是陪她一路走来的佩露威力 酣战之后 克雷威选择主动被佩露威力杀死 烈火灼烧一切 又被大雨冲刷 孤身一人的佩露威力 踏着无数尸骸 成为了母亲心中唯一的王 回看过去 十年前她就预想到自己能活到最后 如今登上王位 内心也没有什么惊喜 反而有种莫名的烦躁 那么为了平息这种烦躁 两位觉得佩露威力会做什么 杀死库家为难 可是 可是 答对了 佩露威力杀死了自己的好友 仅仅一年后 她又在这里艰难地杀死了他们共同的母亲 动手的那一刻 是非对错已经被抛住脑后 活下来的人 才有资格书写规则 这就是家的规矩 佩露威力赢了 她成为了新的执行官 女皇陛下赐予了她新的名字 叫阿雷奇诺 原来是这样 你就是克雷威口中的佩佩 佩露威力 只是后来才改名叫阿雷奇诺 很久没有用这个名字了 再次提到 还有些怀念 在那之后 我抛弃了库家为难用过的名号母亲 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名字 以父亲阿雷奇诺的身份 重新组建了壁炉之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啊 按照你刚刚的说法 克雷威死去的时候 应该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那个幽灵 或者说亡魂 到底是什么 那是余火焰中诞生的虚相 或者说 烧剩下的余劲 因为我的血脉中 有着某种近乎与诅咒的力量 被我的火焰吞噬的东西 会在世间留下某种残影 当然 能恰好形成克雷威这样 有独立意识的个体 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情 克雷威是在十六岁那年去世的 但燃烧之后 留下的却是他六七岁的模样 不仅仅是外表 记忆也一样 大部分都烧尽了 人的记忆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失去部分记忆会改变自我认知 失去十年间的所有记忆 则会回到没长大的过去 难怪我们和他说话的时候 总觉得怪怪的 这么形容吧 他像一个被困在时间里的人 他活在属于他的过去 而不是我们所在的此刻 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 他藏在壁炉之家里吗 是的 他的存在并不安定 他会照顾孩子们 甚至救过一些孩子的命 同时 他也会躲着我 并且不断把他眼中的真相 告诉见到的人 残影没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 就算接触到新的信息 也会随着时间推移 迅速忘掉 你们试着让他接触阳光 可惜失败了对吧 很简单 在他的认知中 家是无法逃离的地方 他无法打破自己的认知 不过没关系 很快 我就会再次杀死他 让于静彻底消失 等 等一下 我可以理解 你想让他消失的理由 但是非这样不可吗 虽然他停在六七岁的样子 但那是你曾经的朋友呀 至少停下来 跟他聊一聊不好吗 太晚了 他已经触碰了规矩 必须得到惩罚 不仅仅是克雷威 还有受他影响的 菲约尔 南特伊 我希望你们明白 我和库家维娜的区别 在于我们会制定不同的规矩 但维护规矩这一点 我们是相同的 这是构成家的根基 这样真的好吗 你是指什么 你 不想好好地向他道别吗 无论是做杀手还是做父亲 都有两样机会 第一是愤怒 第二是伤感 愤怒带来冲动 伤感让人犹豫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来的时候 我已经通知了一些好孩子 让他们在黄昏的时候 将坏孩子带到这里 我遵守了承诺 多给了他们不少时间 现在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父亲 我们把人带来了 要处刑了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处刑呢 林妮 道歉 我听说了 你们帮忙争取了不少时间 但我们还是失败了 并没有找到帮他实现冤枉的方法 你是 佩佩 好久不见了 克雷威 佩佩 站在那儿别动 续旧之前 我要先清算你们的罪业 父亲 关于这件事 让开 父亲 你们藏匿了对家存在威胁的人 理应受到惩罚 但综合来看 你们的过错并不是最严重的 对你们的惩罚可以放缓 在那之前 要先清算所有背叛家的人 背叛家的人 是说我们吗 父亲 听我解释 我们并没有 福尔茨 讲讲你听到的消息吧 是 第三次夜谈 参与人 飞约尔 南特医 索托 塔迪耶 南特医明确地说 要是当初收留我们的不是父亲就好了 索托也附和说 谁不想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呢 现在的生活 我真的受够了 飞约尔就比较过分了 除了骂我们这些人是疯子外 言语中还对父亲多有不敬 我没有 我没有 只是诬险 有分次 不止我一个人听到了哦 之后包括塔迪耶在内的很多人 开始聊克雷威提出的种种问题 并以此作为质疑父亲的武器 我们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牢笼 是这么说的吧 你这家伙 你恨不得我赶紧消失对吧 我哪里得罪你了 还有你 沙普洛 你忘了当初是神圣在病床前 帮你爆炸的吗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说啊 飞约尔姐姐 你误会了 不管是沙普洛哥哥 还是我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家人死去 你骗人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把我们逼上全路 因为我们生活在壁炉之家 我们平时做的工作 飞约尔姐姐应该很清楚 任何一次背叛 都可能导致十几人 甚至几十人的牺牲 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壁炉之家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背叛 搬到白松阵以来 你们密谋了整整七次 许多商讨都明显过线了 你们从半个月前就在监视我们 不 这么一想 搬到白松阵 本身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相互联络吧 你们早就计划好了 抱歉 费约尔 南特医 包括克雷威在内 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次中毒 如果没有你们帮忙 我根本活不到现在 如果是别的什么事情 我就算搭上这条命 也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恩情 但规矩 就是规矩 这一次我无能为力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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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费约尔 做了错事 就要承担后果 平心而论 我们的行为的确触碰了规矩 对不起 莎普洛 傅尔茨 对不起 父亲 可以 可以 开始行行了 莎普洛 按照碧炉之家的规矩 背叛者该如何处置 一切背叛 均应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这样承担 就这样执行吧 就这样执行吧 我们来自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我们来自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从加入 不得了 再承担 还能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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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赞同林妮 作为父亲 我不会收回命令 但是 如果你们真的下定决心 那就拿起武器 上前来吧 拿起武器 父亲是说决斗吗 没错 家的规矩不会更改 背叛者一定会受到惩罚 然而 决斗同样是家的规矩之一 对我也适用 如果你们能够展现足够的力量 就可以说服我让步 大云 父亲 不可能的 就算是林妮哥哥 跟父亲的差距也太大了 他就说服我 还能在那里 考虑 他的手 他就算是 我 他就算是 他就算是 我 我 也 他就算是 我 他就算是 被处刑 哎呀 你在想什么呀 你 不想好好地向他道别吗 愤怒带来冲动 伤感让人犹豫 可恶 要是仆人能故意输掉就好了 不过看他的表情 他明显是打算认真对待这场决斗 通常来说有客人在的时候 家里的矛盾不至于闹到不可收场的程度 在必要的时候 做出你们认为最合适的选择 帮一次壁炉之家 你怎么了 喂 你要去哪 赢者 你 你要和灵力他们一起挑战仆人 我准许了 正好这里也有现成的决斗场地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握紧武器 全力以赴 如果大义的话 真的会丢掉性命 哎员 哼 哼 聚在一起可不是好主意 我知道 摆脱了 抱歉 抱歉 父亲大人 你在为这种软弱的攻击道歉吗 父亲大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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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脱了吗 看来你比预期中要强一些 红黑色的月亮 身体动不了 不过 还不足以战胜我 到此为止 难得有客人来 我也不想闹到无法收场的程度 咳 咳 咳 哥哥 你还好吗 琳妮 按照约定 作为这场决斗的胜者 我将继续完成处刑 不要 没想到 最后会是这样的告别 不过 不过 鉴于令你等人在这场决斗中展现出的力量与决心 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杀死你们 埃鲁瓦尔 我交给你保管的瓶中之火还在吗 在 在的 虽然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但我有好好保存 一瓶也没有丢失 等会儿由你来监督 让他们服下去吧 瓶中之火 嗯 那是一次秘密实验的产物 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 从我身上剥离并保存的火焰 吞下之后 烧灼的疼痛会延伸到每一寸神经 你们的身体会保持无恙 但记忆会遭到焚毁 如果能够挺过这种剧痛 再次醒来时 你们会忘记有关壁炉之家的一切 然后 我会将你们全部从家中逐出 换句话说 我会杀死在壁炉之家长大的你们 并给你们安排一个新的身份 人的记忆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失去部分记忆会改变自我认知 有很好 你怎么伤判 不可能 分辨人 人 记忆是一种很重要的媒介 烈火烧过 我面前这个飞约尔会带着秘密死去 活下来的 只是一个陌生人 就算这样 就算这样 我不用再提心吊胆地生活了 对不起 父亲 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但是我真的 他 我 不要再哭了 菲月儿 你还没有离开家 仍需遵守家的原则 愤怒带来冲动 伤感让人犹豫 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心 是 我记住了 把眼泪擦干 去追求你们想要的人生 是 是 沙普洛 福尔茨 埃鲁瓦尔 带他们回白松镇 把林尼他们也烧上 我多准备了三份平中之火 看你们的选择 再见 各位 下次见面我就不再是你们的父亲了 感谢你们过去为家做出的贡献 愿你们拥有阳光灿烂的未来 父亲 父亲 走吧 各位 我来扶着林尼哥哥吧 多谢 克雷威 终于可以说话了吗 我都看了好久了 真的是佩佩啊 好久不见 你怎么突然长大了 难道说 是我不小心穿越到了未来 或者是我还在做梦 这个梦好长啊 都不是 对 克雷威 克雷威 是因为你已经死了 不要这么直接了 你看 克雷威都愣住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等等 这么快就接受了 嗯 因为是佩佩说的 佩佩是不会骗我的 而且比起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更好奇未来会发生什么 佩佩成了执行官 也就意味着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可以给我讲讲吗 佩佩 我想知道母亲和我的结局 面对命运 你不断地反抗 最初没有人相信你 你就把心事说给月亮 在某个晚上 你还跟我相约要去智东看极光 后来你想要逃跑 总是被抓回来 母亲留下你的命 不是因为心善 而是要慢慢折磨你 让其他人知道背叛的下场 但你仍然没有放弃 母亲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厮杀 在孩子们当中选出一位最优秀的王 而你号召大家团结在一起 用平局来减少伤亡 虽然从结果来看只是多拖延了一段时间 但你给了他们希望 你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 全部以失败告终 你的剑没有指向库家为纳 也没有指向我 在那个阴沉的白天 你对我说 十六年的人生里 我一直在追寻着自由 如今我却发现 我所拥有的唯一自由 竟然是自由选择死亡的权利 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 那时候的我 一定很疲惫吧 不过 我完全可以理解未来的自己 按照母亲的计划 最后我们当中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 我希望那个人是你 就算让我再选一次 我也会这么做的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感觉你一定能做到 我做不到的事情 是吗 直到现在 我仍然无法理解 你追寻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但是 作为壁炉之家的父亲 如今我会给孩子们 最低程度的自由 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我事先跟风丹最高审判官谈过了 那些不愿意留在家里的人 可以忘记秘密 低调地活在这个国家 没有人会追究他们的过去 当然 我不会直接把胜利的果实送到他们手里 他们需要向我争取 向我证明 只有这样得来的自由 才有价值 足够了 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生活 在我看来 佩佩你已经是一位很好的王 一位很好的父亲了 由你来接手壁炉之家 我真的很开心 当然了 要是没有遗憾是不可能的 我还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呢 正巧 我们的两位客人 去过许多国家 走过无数地方 让他们给你讲讲外面的世界吧 真的吗 当然了 我们去过的地方 有那么那么多 交上三前三夜都没问题 其实我有过一个梦想 是当银游试人啊 一边弹着手里的琴 一边在自由的风里歌唱 哪怕没人听 我也会一直唱下去 原来摩拉是这么来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有钱的话 我想买三件新裙子 我一件 佩佩一件 再给母亲一件 可惜佩佩不喜欢穿裙子 母亲 应该也不会收吧 那我就留着自己穿好了 每天换一件 你说的那些妖怪 都长什么样子啊 我在画本上 见过一种面相很凶 头上长脚的家伙 现实中有这种妖怪吗 你说的是鬼吧 我们当然见过 没有你说的那么吓人了 母亲教我们武艺的时候 我总是战战兢兢的 不敢开小差 不过在教练院停课 是不是可以偷偷做些 跟学习不相关的事情 开玩笑的 没有生命危险 可以专心学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肯定很幸福吧 我跟你说 当时的情况可危险了 林尼他们被当成犯人 要在法庭上遭受审判 啊 这么凶险 然后呢 然后嘛 多亏了大侦探派蒙出现 迅速扭转了局面 哦 拜托了 快讲讲 你是怎么做到的 嗯 听好啦 当时魔术失败后 我们迅速赶往现场 残影没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 就算接触到新的信息 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迅速忘掉 克雷威 你曾在阴影中不断反抗 想要推翻壁炉之家 现在 我以执行官仆人的身份 宣布对你的处理结果 你已正式被壁炉之家驱逐 今后 你不属于这里 也不必被规则束缚 我可以离开了吗 我也能体验到你们所说的 外面的世界了吗 差点忘了 我已经没办法长大了 不过 能看到长大了的你 真的太好了 佩洛威力 照顾好自己 再见了 来生再见 可雷威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和他分别 我的故事还没讲完 其实我也有没说完的话 比如我想告诉他 我在志东见过极光了 和画本中的一样美丽 每当太阳升起 新的一天就会到来 残隐的记忆会重置 再拖下去 连告别的时间都不会有 还是把遗憾留在昨天吧 父亲 是林宁 喂 林宁 他怎么回来了 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父亲 飞月儿他们已经服下火焰 醒来后从家里离开了 你们呢 多谢父亲愿意给我们这样的选择 但我们从未想过离开 这里是我们唯一的家 林尼特与菲米尼 也是同样的想法 他们先回布法地公馆养生 由我来向父亲解释清楚 你应该很清楚 我对你有怎样的期待 我希望你能成为下一个王 但你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 我原以为你会借机离开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被墙捧上王座的人 永远都坐不稳那个位置 还不如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我一直不太明白 为什么父亲 认为我适合成为下一个王呢 你很勇敢 天赋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 你很真是家人 为了保护家人 你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次多亏了你挺身而出 才争取到了父亲的宽宏大量 灵溺哥哥 就像英雄一样 英雄 真正的英雄是父亲才对 如果那时候父亲使出权力 我们没有半点生还的可能 在提出决斗的时候 父亲应该就已经计划好了 无论从心智还是武力 我都还远远达不到王的标准 你搞错了 在我看来 成为王只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理念 一个是贯彻理念所必不可少的力量 你对家这个概念 有着和我不同的看法 有你自己的思考 你真正缺少的是力量 以你的天赋 力量不过是时间的累积 在你没有力量的时候 你仍然愿意在逆境中 坚持自己的理念 站到我的对立面 这正是我看中你的地方 父亲 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殷晴云雨都有可能出现 壁炉之家的家主 需要的是坚定的意志 而不是事事小心的谨慎 如果真的要达到某种标准 才能行动 我就不会去刺杀前代仆人 那时候 我跟他还有不小的实力差距 力量决定胜负 但因为力量不够就退缩不前 甚至改变理念的人 永远没有成为王的资格 我明白了 谢谢你 孩子终会长大成人 超越父辈 唯有如此 家才能不断繁茂 这条路并不轻松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确定要留下来吗 父亲与我有恩 恩情必须偿还 更何况严冬计划就要开始了 家面临着各种危险 我绝不能退缩 这就是我的理念 那就留下来吧 至于严冬计划 不用太担心 那些富商政要想买我们的命 我会给他们一个教训 我们已经遣散了所有向往光明的孩子 这是我们最后的软肋 如今的壁炉之家就像藏身阴影的蜘蛛 等待着猎物上门 接下来让他们的计划为我所用 在严寒的风雪中见证赤红的月亮 一切忠诚都将得到嘉奖 一切牺牲都会有其价值 至于两位 虽然不知道下次见面时 我们是敌是友 但我会记住今日的情谊 旅途多间 希望我们都能抵达预期的终点 林尼特 菲米尼 你们的伤好些了吗 好多了 那我们就放心了 你呢 还好吗 不愧是你 我们在病床上躺了两天 连翻身都很困难 对了 克雷威 已经离开了吗 林尼将其他人从白松阵 带回了壁炉之家 听他说 这次家里没有再出现 亡魂的身影 这样啊 太好了 两天前 父亲来公馆探望我们 也跟我们讲了 关于克雷威 和库家维娜的故事 真的吗 你见过前代仆人 克雷威与库家维娜的死亡 相隔一年 我正是在那一年 被送到壁炉之家的 当时库家维娜还活着 她的做事手段残酷而激进 家里的氛围 令人窒息 但她最重视的实验已经结束 有关的人或死或伤 都已不在家中 库家维娜 也从未向我们这些 新来的孩子提起过往事 大概几个月后 父亲杀死了她 并烧毁了所有资料 包括克雷威在内 那些实验者的名字 随着痛苦的回忆 一起燃尽了 又过了几个月 父亲收留了我和哥哥 他也从未对我们提起过 库家维娜与克雷威的事情 总感觉 他一开始就想把这些秘密 藏在心里 上次聊天的时候 他有说自己 为什么要保密吗 父亲说 他既不希望我们 被过去的黑暗影响 也不希望我们 在得知那段历史后 对他产生不必要的感激 家人的关系 还是纯粹些比较好 无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都与如今的我们无关了 最后 父亲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不过我还是跟他说了谢谢 听他讲完 我才知道我们的生命 在库家维娜眼中 是多轻的东西 可能比用之极弃的工具 都不如吧 如果不是父亲接手 毕露之家 我大概已经 父亲极少提到 自己救过我们 因为他认为家庭 并非靠恩情维系在一起 不过 哪怕没有这些恩惠 我们也会留下来 这里是我们的家 这里会有争吵 会有委屈 甚至会有人离开 但只要父亲还在 家就不会变 我们会陪在父亲身边 无论是在阳光下 还是在阴影中 所以 我想向你们道谢 多亏了有你们 这次的风波 才能以最小的代价结束 我们也没做什么了 当然 随时欢迎 飞月儿他们 还好吗 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在咖啡店见到他们了 他们没有认出我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聊着 刚刚上映的歌剧 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大概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吧 那么�� 我来点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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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